我唱得怎么办 想唱得见 我真的王子乐 拜拜 这个很巧的比赛啦 无所谓 那什么 什么鸟嘻哈 各位好 这是演出这双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眼肉牙 先一开始呢 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心学的电脑绘图作品 这是我的第一号作品 吃草莓蛋糕拉面的男主播 我是不是很有电脑绘图的天分呢 主播主播的是AI电脑绘图 这个电脑跟AI是差不多的好吗 不需要分这么多细节 其实呢 有很多有头有脸的权威人士 也是不会计较这些无聊的小细节的 像是知名的作家 及知名主持人吴但如呢 最近也在脸书上分享了一张图片 并且表示 我刚刚在学电脑绘图 这是我的第一张作品 题目为《樱花猫少女》 想不到这张照片 却引来了大量嗜血的酸民 在底下留言泼冷水 有人批评这是Made Journey的AI生成 自己画跟自动画差很多 AI绘图不小心讲错 讲成电脑绘图 这顶多只是口误 这些酸民却钻牛角尖的 批评吴但如误导民众 幸好新锐大画家 吴但如没有向这些网路流氓妥协 反而强硬的捍卫立场连续发出了几篇贴文导正观念 例如AI就是人工智慧 你现在所用的所有软体都有人工智慧 是的 就连电脑上的小算盘 小画家这类的软体都拥有人工智慧 所以很多人才会请小算盘帮忙算数学 或是麻烦小画家支援修图 这名画家吴但如开始之后 留言区的粉丝一片叫好 至于部分无理取闹的留言 但如姐也不再浪费时间回应 直接封锁发布公告表示 我们的小编今天封锁的很累 凡辱骂者已请律师搜证 如同但如的好书书名 乐观的孩子才好命 乐观的但如姐 甚至感谢有人呛她 才能够让她在podcast上达成超过5亿下载的成就 吴但如这一系列的操作 堪称是网络时代的危机处理典范 身为整个世代的言论领袖 千万不能轻易认错更正 否则跟随的粉丝就会无所适从 而且正是因为吴但如的责善固执 她的podcast频道才会有5亿下载量的好成绩 吴但如也贯彻自己的著作 不生气的技术 在画作上加注AI电脑绘图生成 总算成功打发三名 可惜中共就没有吴但如这样面对批评的勇气 而是一错再错 自从美国公军在本月4号 击落赤匪的间谍气球 美国政府近期又发现了好几颗不明飞行物体 在本月13号 美军也再次派出战机 击落一枚位于密西根空中的不明物体 对于这些接月连三的不明飞行物 也让外界质疑是不是赤匪干的好事 想不到赤匪竟然做贼的喊捉贼 指控美国也放了很多间谍气球到沦陷区 美方的气球非法进入别国的领空 并不是什么西汉市 仅去年以来 美方的高空气球 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就十余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 除此之外 沦陷区也出现一则报道指出 在山东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 位置接近赤匪性解放军北海舰队基地的东面 而由于匪军要准备击落飞行物 在当地的海洋发展局还特别发出通知提醒那个海域的预船要小心 另外还有灾包调出了这个地区的航空路线图 图中标出了这个不明飞行物的位置 并且宣称这些航班都会自动绕开这个飞行物体 这位灾包或许不晓得这些航班都必须按照固定的路线飞行 才不会在空中相撞 并不是故意绕开飞行物的 如果你走到门口门自己打开 那也不是因为你有超能力 而是因为那是一扇自动门 至非这一连串的自导字眼 无非是想污赖美国真的有派出间谍气球 对此美国政府则表示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 这看起来完全就是小学生的吵架啊 你放气球 你先放气球的了 一直被赤匪骚扰的美国 也只能继续被拖进这种幼稚的争吵当中了 然而受到赤匪骚扰的并不只有美国 还有土耳其的灾民 本月9号一名土耳其网友表示 中共匪魏官媒来到土耳其赈灾地区 试图用钱贿赂灾民 要求他们批评土耳其政府救灾不利 并且称赞赤匪的救援队 然而赤匪这次却踢到了大铁板 买到这些东西 根据报道 正直的灾民不但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 还报警将匪备官媒的记者驱离 不过匪备官媒的记者应该无法理解 这套在沦陷区内畅行无阻的新闻制造方程式 在土耳其为何行不通 但对赤匪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挫折 因为沦陷区内行得通就好 赤匪位于成都的新闻办公室 利用官方账号成都发布 张贴了一则影片 歌颂赤匪在土耳其协助新建的大桥 安然度过这次强烈地震 毫发无伤 可惜这种程度的假新闻连灾包都骗不到 灾包在影片下方留言 差点就信了 距离镇央一千多公里 66666中共制造 离一千多公里都没塌 爱了我的国 土耳其地震 我在沦陷区居然没事 为祖国点赞 我们村里的桥也没有被土耳其地震震塌 一千公里究竟多远呢 大概就是从伦敦到布拉格 或是台北到病毒发源地武汉的距离 离这么远还敢拿出来说嘴 真是佩服 看来没有良心的赤匪只会消费土耳其地震 不像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 是真心提供各种援助 像是这名网红馆长就豪迈地 捐了新台币100万元 只不过这个金额 对于中国综艺天王吴宗庆来说 似乎有点太少了 你管党网纸这一百万 特别限制吗 哦 没有问题 好不好 我们一定费的更多 我公司有一个产品 就是水瓶嘛 钢瓶那种 因为那个水瓶一只 在市售要两千多块 他们要装水嘛 或者什么 婴儿要吃奶粉 或者什么那些 应该都可以用得上 这样给你 数量我还不知道 因为是我们公司的仓库里面 才会知道的 先把全部的库存里面 全部都捐出去 要捐来比啊 吴宗憲囤了这么多的水瓶在仓库 就是要在对的时候 永保安康地捐出去 建哥深谋远虑 绝对不是在这样的夜晚 才会想起水瓶 能在这样的地震当中倾库存 除了行动力挺 女士纪强阵的受灾户 吴宗憲也不忘为儿子 露西派发声 露西派参加了选秀节目 大嘻哈时代 却因为在表演当中 忘词尴尬离场 不管相信这样的夜晚 露西派会这样的忘词直接下台呀 这样的真心举动 父亲吴宗憲是绝对不会真心换绝情的 建哥安慰儿子 这种鸟比赛不用放在心上 参加那个比赛 那个很小的比赛啦 无所谓 对啦 那什么鸟嘻哈 全台湾的rapper特别注意啊 建哥呼吁 一定要记得 对台湾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 其他不重要 所以那个派派 无所谓 我早就跟他讲 不要去参加什么鸟比赛了 你根本就是一个大咖了 对不对 爸爸就靠你姐姐就好了 你还要去那里 你要靠自己 全台湾的rapper听见了吗 赶快学学献哥 把仓库里的水平捐到土耳其 有一天你会红 而天王吴宗憲敷起 大嘻哈时代这种鸟舞台 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他不仅曾经在屋顶上 唱着你的歌 也曾经在金钟奖 这种大舞台上面 带给大家一段震撼人心的 精彩演出 这个flow 这个押韵 还有这一段结合时事的歌词 献哥的说唱实力绝对是宗师等级 能够获得吴宗憲这么多的专业批评指教 大嘻哈时代制作团队要好好感谢才对 身为综艺天王的献哥呢 有一位大咖的嘻哈儿子还不顾 也喜欢把别人的大咖当自己儿子 本月6号 吴宗憲搭档新加坡拍摆一个王磊直播卖产品 直播到一半的时候呢 却忍不住提点周杰伦的母亲该如何教小孩 我带周杰伦拿到大家的面前 所有人都在讲 不行啦 那个周杰伦长得不帅 对不对 然后他土土的 然后给他机会 那他周遭的朋友 全部是靠他吃穿的嘛 我就讲一句话 杰伦的妈妈 生得了周杰伦 但你有没有给过周杰伦一次机会 我给你人生全部的机会 这种爱给人机会 终身为父的窒息是父爱 让献哥直到分手周董后 献哥还很难过 不比从前快乐啊 为了避免这样难以呼吸的机会 大家可得关注以下的学习机会了 2020年7月 新北市消防局以99万6000元的价格 采购两台沦陷去制造的 CPR自主学习机 最近却有知情人士爆料 这项产品两台真实的价格 大约是新台币31万元 价差超过三倍 而且招标的时候呢 名为规定机器必须台湾制造 但这两台都是来自沦陷区 不但内建简体字 资料库跟伺服器也都在沦陷区 甚至还内建一颗人脸辨识镜头 虽然政府规定具备连网功能 或是有自安疑虑的产品 禁止使用沦陷区的产品 但是大家不用紧张 因为新北市的大家长侯友宜 已经帮大家验收过了 就算机器录下的影像 真的外流到中共手里 赤匪也只会看到侯市长的脸 提醒他们 厚厚做呆吉 没有任何的自安疑虑 这个机器在新北市政府 和各级学校间 巡回了将近两年半 侯市长却完全没在怕 这种处变不惊的态度 难怪是我国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说到总统的候选人呢 国与党至今尚未决定要派谁出马脚筑 总统大位 但是党主席郑长伦似乎已经提前出局 3月4号之后 我们不管是总统或立委 我们一定提对的人 最后团结无私无我的 一起来努力胜选 主席你会是那个对的人吗 无私无我就是团结努力 放下自我 然后我们找最强的候选人 难道就连党务主管柯志仁 都觉得派郑长伦参选总统是个笑话吗 当然不是 柯志仁之所以会笑成那样 哈哈哈哈 是因为呢 看到侯友谊 郭台铭 郑长伦 甚至是赵绍康 都抢着当国与党对的人 所以才会欣慰的大笑 并非是不给党主席面子 好的 本节新闻内容就这样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是追踪央视的IG站好 或是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 一起壮大官媒 露订阅露按赞的观众朋友 你就只能帮别人放闪的照片 按赞咯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